哈喽大家好,我是潘大师,欢迎收看本期大帅观战来观战一般老羊的破轮 又要面对的不是小铁吗 我打我队友 阵容方面的话,这道阵容就是比有一般介绍的阵容 然后带了一个闪 我们看上来能找到谁啊 抓先知,破轮抓祭司其实也还可以啊 因为他反正只要轮子用的够好吧 其实祭司的洞对他来讲也就这样了 这边翻一个窗,把这个窗给封了 封窗张狂过轮,一个夹子没夹住,回身被卡住了 这边这块板子应该是身位上面差一点点 然后没有办法进行一个交互 这块板子如果一下的话整个局势就比较舒服了 先知这边可以站到这边的这个点位来 现在滚一下,那待会再滚一下张狂开技能 鸟都没有用了,这个鸟又要来顶这一轮刺 最好是能顶一个尖刺啊 能点一个尖刺的CD就最好了 这边张狂开技能,开尖刺了 哎呀,你没给上 这个鸟如果能给上嘛 我觉得这个局穷者还有得打 现在的话由于这波先知倒的比较快 局势上面来讲是一个破轮宝平真圣 通缉到了祭司 我们看他这边应该是开轮形态去找那个马戏团的前锋了 前锋这边的足迹 看一下,大概知道 先知有鸟也不太好就这个位置的话 拉球过来,尖刺一滚,滚两人 切形态吗?其实我觉得这波切形态不好呀 他这边其实不用切形态的 因为先知就下来避滚一下 然后你再对着这个先知滚 前锋赶在旁边再滚一下前锋都可以 前锋这边本身是有刺的 所以他撞的时候你放一个夹子是有可能能够挡住的 在这边闪现交刀了好的 到二阶 那倒在了洞口 先把洞打掉 前锋这边想饱 诶,能放下吗?撞下来了 先知吸出了一只鸟,还不错 鸟给上 这样的话应该是开轮形态滚一下戏血杯关带 这波的话我觉得老洋在选择上面其实是可以选择不用切人形态的 不切人形态反而可能会更好一点 抓的应该会更快 当然他如果说不切人形态刚才有大洞 但这个大洞是后面前锋后来接的 这个就不太好说了 从上级下来看 就那一波的话可以选择不要去切形态会更好吧 但这里前锋也没什么球了保不了这个先知 虽然说这波我觉得球能稍微打回来一些 先知也很给力吸出的一只鸟 但是终归对吧前期列是比较大的 走位 绕一刀冲,漂亮 那这里 先知起来了,先知就要自己了 要再切形态了估计 再一个悲观 再一个吸血悲观 也行啊也行 整体上面来讲这波前锋是保到位了的 就是拖了非常非常多的时间 鸟顶掉了漂亮呀 这里犯天雷这个鸟吸的三只鸟了 可以了可以了真的可以了 前锋这边的话能教自己的 佣兵这边的话可以救人 前锋我们看一下电机 剩下电机 两台都有被干扰住的一个状态啊 这边主要是两台电机 如果不干扰电机的话 我还真觉得有可能 对吧 祭司如果这边过来 能够帮忙一起补电机的话 前锋修掉一台 佣兵来救人 还真有可能 现在滚一下 切形态 好的 丢夹子 这个位置 佣兵 跳护臂过来 一个夹 能丢住吗 躲刀 打一刀 补一个双刀 电机不够 主要就是电机不够 祭司 佣兵两个人一起和修 50%的电机 先知这边 要么再吸出一只鸟 祭司帮忙打辅助洞了 前锋电机差不多能修完了吧 前锋电机还差一点还差一点 有动 有动 反出来 漂亮 那这里只能管电机了 那这里只能管电机了 这里要等 等佣兵倒地 这电机差了没多少的 祭司这边走了 绕回来电机大概差百分之三十 前锋还有一小段球 开尖刺 滚一下 戏血 悲观 两连招 前锋这边 硬签吗 硬签吗 闪现前 绕过来还要打前锋 不打了不打了不打了 赶紧先把人挂上 外面的电机要亮了 这边电机点亮 这把求生者的话我觉得 真的 虽然说先知开局的时候 被抓的比较快 但是后来跟前锋的配合 加上吸鸟 真的 这两个人打的是真的好 队友这边也很给力啊 祭司的虎驻洞也好 对吧 该做的也做到了 但是想要去赢这个破轮不太容易 毕竟这破轮 对吧 前期的节奏比较好的 321 躲掉 躲掉了戏血 祭司这边打过来斗 夹子没夹住 我悲观暴 没暴到 没暴到开车啊 我还没上车 这一把 这个佣兵很给力 他先躲掉了这一个戏血 当然躲掉戏血不是关键 他如果说被悲观暴到了 当时这个身为被暴到的话 我感觉 哎哎哎 这边过来 再帮帮扛到 不会要打一个 地窖 还是那一手悲观 没有暴到这个佣兵啊 能暴到佣兵的话 应该是能留下的 祭司开车走 然后满血祭司 应该是个平局 这地窖在这里 但是拖的越久 祭司洞序的越多呀 开车 一个洞的祭司 然后这边滚过来等你 一刀 好的 平局 也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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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祭司如果能上车 那真的是有机会 能够打一个三跑的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